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此人比董卓很比曹操强,七千人灭三十万敌军,最后却死得凄惨。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奸臣,著名的比如赵高、秦桧等人,而他莫的董卓曹操则更是以乱臣妃子闻名于世,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,他比董卓还凶狠,军功比曹操还大,但最后死得却十分凄惨,而且死后留下了万事骂名。 此人就是北魏末年的乱世奸雄尔朱荣,尔朱荣是先妃化的杰人,又称杰胡,据考证,他的祖先就是后召开国皇帝时乐一脉,尔朱荣的祖先投靠先妃,因为军功而获得赏赐,到了尔朱荣这一带北魏已经走到了末年,到费四起,兵或连年,北方眼看就要大乱,尔朱荣看准时机,率领族人四面出击,四击发展。 在镇压起义和叛乱的过程中,尔朱荣极大的发展了自己的势力,不但有强大的军队,还有招揽了一大批族制多谋能征善战的人才,著名比如高欢、侯景、玉文泰、贺法月、独孤信等人。 而朱荣找到机会入主洛阳,他像狡诈的曹操一样,欺骗北魏大臣祭天,结果将他们全部杀死,一个不留,行凶地点在和阴县,因此又叫和阴之变。 北魏被杀的朝臣多达一两千人,可以说将北魏中枢和新人物一网打尽,全部屠杀。 当时的北魏中央已经彻底腐朽,无论是汉化先飞人还是本土汉人,通过几代联姻和攀附,已经成为腐朽堕落的世家大族的团伙,他们就像蛀虫,酿侵蚀着这个国家,祸害着百姓。 北魏末年之所以天下大乱,就是因为世家大族奢靡腐朽,腐败透顶,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的后果,而朱荣杀北魏大族,固然是因为政治需要,但贺关上却铲除了社会最大的蛀虫,促进了社会的发展,和阴之变给了北方世家大族,又一次沉重打击。 随后,尔朱荣架空了北魏中央政府,开始了他的霸者之路,尔朱荣先是以七年铁骑击败了各荣的三十万大军,然后平定河北,拿梁晨庆之北伐,尔朱荣回市洛阳,逐走梁军,最后,尔朱荣有平定关中,至此,他基本统一了北方,实现了与曹操差不多的军功,然而,厄运随之降临,尔朱荣是一个卓越的军事领袖, 但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,尤其不精通全谋,曹操当年控制汉朝廷,将内外侍卫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,对于汉县帝的控制十分严密,但尔朱荣虽然有贝利皇帝的能力,但他对于北魏皇帝的控制却漏洞百出,最终,北魏傀儡皇帝孝庄帝召尔朱荣进攻,然后伏兵四起,杀死了尔朱荣,一代豪杰就这样窝囊地死掉了, 尔朱荣虽死,但他已经动摇北魏根基,他的后记者也继续割据,不久之后北魏灭亡,近代史学家吕思敏先生如此评价尔朱荣,其捕重寂静剑,而其拥兵亦颇有天才,中原的叛乱,都给他镇定了,然其人起于塞外,缺乏政治手腕,以为只要靠兵力屠杀,就,已把人压服。 那个人要有手传奇,你继续剑也没有太重了。 就,已把人压将写写,因为他们的利品做事。 是八戏特勉制黄下,至十何一趟。